大家好,我是H&N的Edison 今天又到了音乐读书会的环节 而要和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一本 邵宗雄教授最新的作品 叫做《礼斌乐不坏》 我相信香港的古典乐界 对邵宗雄这个名字一点都不陌生 因为他近年都不停在不同媒介 发表和古典音乐有关的文章 亦都是这几年都出过不同的专书 包括专讲Halways的一本《黑白亿彩》 专讲Google Variation的《亚获之乐》 以及与李欧凡教授合注的《诸神的获芬》等等 而这一本最新的《礼斌乐不坏》 其实就是将他近年在不同媒体 发表过的文章辑录而成 里面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妙思乐上》 就是从一个人物的角度 对一些音乐作品进行搜集和研究 第二个部分就叫做《风流人物》 就是讲讲近代不同的音乐家 或者乐平人等等 第三个部分《旧走生平》 就是讲古典音乐和当下的关系 而最后《魏平心女》就是讲魏平的略 尤其是最后一个部分 其实里面有些文章 都是我在国际演艺评论家协会工作时候 向邵教授邀稿 我还记得我当时读到他的文字的时候 就觉得非常精彩 有很多见解都精辟读到的 所以我后来有机会去教一些魏平班的时候 其实都会将邵教授的文章和学员分享 所以这一本书我非常推介给大家 《金融的笑傲江湖曲》 据说金融先生对西方古典音乐颇有研究 但他的文字之中 直接论及这梦艺术的似乎只有以下一段 俄国钢琴大演奏家鲁平斯坦 曲谷是与柴河夫斯基同时的那位鲁平斯坦 不是目前在美国的那一位 的传记中曾说到他演奏的一个特点 说他因为身体肥胖、手指粗大 弹钢琴时 有时不小心会弹到隔轮的一个见上去 但因为演奏中充满了热情和思义 这种技巧上的小错误 絲毫不会影响 当然错误终究是错误 但与其是冷冰冰的完美无缺 远不如偶有小错而激动人心 引文中提到的鲁平斯坦 于古典音乐世界里面 就如金融武俠小说中的传奇人物 他是俄国钢琴学派的开山祖师 也是柴河夫斯基的作曲师傅 年轻时的他曾于肖邦和里斯特面前献毅 亦获万不二送资助其艺业的发展 圣年时期一头蓬松而浓密的头发 基成他的标志 加上他个子不高而为伴 面容斑感 更令里斯特气称他为利贝多芬在世 由于时代太早 他的钢琴演奏都无绿音寄存 僅如有原者的文字记录 这类对鲁平斯坦的描述 又像武俠小说中的绝顶高手 琴声之厚重深水深不可测 指法技巧之变化多端精妙绝伦 此外他能令钢琴如歌高唱的绝艺 灰云磅薄的气派都成为了俄国钢琴学派的基石 我们故意不能单凭这短短的文字 评价金庸对古典音乐的研究有多深入 兴趣有多浓厚 正如毅康先生说金庸对古典音乐的造子极高 就是因为他能对随便挑一张古典音乐唱片聆听片刻 便能导出什么乐曲落于偏颇 然而有趣的是金庸评论 与其是冰冷冷的完美目缺 愿不如偶有小错而激动人心 正合西方古典音乐黄金时期的美学故 此与近年由钢琴比赛衍生的零瑕疵标准 并以演奏是否以足原作本忠实诠释 作为演奏高下的判别 可谓大意其趣 同一乐曲能忠于个人性情而奏出不同境界 它是音乐者用技术的精髓 金庸先生心音似你 而通过中国音乐的古琴与萧展示出来 一部四大卷的武俠小说 竟一决《笑傲江湖曲》作为灵魂 不得不佩服其魏高胆大 《笑傲江湖》中此曲出现过三次 第一次为曲阳与刘正峰临终前的最后合奏 自问不懂音律的令狐冲 只听得莫名其妙的感到一阵酸楚 側头看二淋舌 只见他泪水正深深以下 突然间真的一声急响 琴音立止 消声也即住了 十时间四下里一片宿静 唯见明月当空 树影在地 第二次由化身廉后婆婆的任形影先弹琴 后吹销 令狐冲依稀记得便是那天晚上所听到曲阳所奏的琴韻 但觉得这位婆婆所奏和曲阳所奏的曲调衰童 正常的合奏 琴销就得更是和谐 愚会者无不停得心旷神异 三段情节 通过一首琴销合奏的乐曲 发出三种情怀 欧连整个故事 并带出几个重要角色的性情抱负 处理极为高明 举重若轻 毫不费力地把音乐的境界也渗透其中 常有争论 金融作品为流行文学 亦为严肃文学 我的理解是 沧海一声少是流行曲词 笑傲江湖曲 即是经典文学 我读的是笑傲江的《黎兵乐不坏》